他说要不结婚吧 但是我说我现在没多少钱 他说没事你就给一点财力吧 大概一万或者你这样的感觉看着给吧 这个的话很好的条件 现在一万的话没有那么多一点 对后来我仰他钱后来我就 后来我就给了一万吧 给了他爸爸 我给的时候我很担心 我说会不会被骗了干嘛的对不对 我很担心的 为什么 就是一第四年谈恋爱的 对那个时候心里有点像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你结婚证吧 就是人的心里都会有点点害怕吧 给了后来我说我担心会不会 给完之后就就人也走了干嘛 但是有点小的想法的 但是后来我想已经在一起四年的话 应该不会的吧对吧 那我就打掉这念头了 然后就把钱转过去了 然后呢给过去之后后来 我就买了机票 然后带着我爸爸他们 带着我爸爸吧 那个时候我爸爸 然后带他去 去他们家煎了面 哦 为什么妈妈不来 我妈妈没办法的 哦哦 然后去那边 然后进那边以后 后来就办了酒席吧 就是喝酒酒席办了以后 然后办酒席 我在说也计点一点钱 然后我又拿了一万块钱 办酒席的 哦那个时候 对差不多两万了吧 然后呢 中间呢 因为在这中间 给他买了那个黄金项链吧 因为结婚的时候要削的黄金项链 还有那个五金吗 没有五金就一个黄金项链 然后戒指 但那个黄金那个时候便宜的 哦 大概买一条链子的话 大概是三千多块钱吧 嗯 那时候好便宜 然后一个戒指的话 一千多 两千块钱左右 大部分一共加在一起五千块吧 嗯 就是五千块 然后买了东西 然后后来又跟我回家 然后就是说 那个时候因为 嗯 那个时候 感觉我那时候有点小吧 然后就 后来办上酒席之后 就回到上海了 嗯 就回到上海之后呢 然后我们 他说要不我们 你酒泄办吧 嗯 就是说 要不 嗯 去拍个婚纱照 嗯 因为那时候拍婚纱照吧 嗯 就拍个照后面就是 我说要不先 我就跟他说要不先领结婚证吗 嗯 他说要不先拍婚纱照吧 这样子的 是是是是 他说要要先拍婚纱照对吧 对 然后我说要不我先领证吗 因为酒席办的话 家里酒席办的话 就想先领证吧 嗯 然后他说不要 我们先拍婚纱照吧 嗯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吧 哦 有点奇怪的 有点奇怪的 然后我就和他说 我们先拍结婚照吧 嗯 后来我想那就拍结婚照 嗯 然后拍完结婚照之后 嗯 对吧 大概 嗯 一个一个 又给他吗 又没打钱吗 没有没有没给他钱 因为那个拍婚纱照也便宜的 差不多拍整到下来 也就2000块钱左右的 哦 因为我那时候存到也是三万块钱嘛 嗯 你看2万已经需要酒席了吧 嗯 然后5000戒指 然后又两个 还有剩已经没多少钱了吧 哦 然后也在上班呢 哦 然后他拍完婚纱照之后 嗯 然后他突然跟我说 他怀孕了 哦 对 他说他不是怀孕了 然后他怀孕的话 我就去买了那个 应应棒吧 应应棒 就是那个测娘怀孕的那个 哦 就是给他测 然后测的时候 然后他就 但是我没注意嘛 我也没想太多 他说我说是不是真的怀了 他要不给我看一下 他说 嗯 是怀了 但是后来他说 他说他扔掉了 他没给我看嘛 然后就扔掉了 后来我没想那么多 我说那怀孕的话 你好是吧 哦 然后一个 然后隔了大概 嗯 两个星期左右吧 然后他跟我说 他要回老家一趟 我说你怀孕的话 你不要乱走吧 他要干嘛呢 对不起 在上海就没有两胎嘛 嗯 结果他跟我说 他姐姐也怀孕了 哦 对他姐姐也要 他说回家看他姐姐的 嗯 就是照顾他姐姐 然后让他们俩也都怀孕了 说一起在家里照顾嘛 然后让他妈妈照顾他们嘛 嗯 后来我说那也好呀 嗯 后来怀孕的话 当时我就给了他 因为他姐姐怀孕的话 也怀孕了嘛 我想给他这点钱吧 就大概400块钱给他吧 哦 就是400块钱 因为没多少钱嘛 然后我就给他400块 他就替他姐姐谢谢我嘛 然后就带回去了 哦 带回去之后呢 然后隔了一个星期 嗯 然后他跟我说 他扭产了 啊 怎么可能啊 对 然后奇怪 为什么会流产呢 你知道吗 他说流产了 他说在家干活的时候 不小心滑到流产了 这样子的 啊 然后他很 现在你问我有没有钱 然后给点钱 又要钱啊 对又要钱 然后又给点钱给他 然后去医院嘛 这样子的 哦 我想我想我还没想太多 对吧 我想因为我那时候没多少钱的吧 然后我身上本身存了点 大概3000块钱左右吧 哦 也就唯一的事呢 你没多少钱呢 嗯 就3000块钱呢 嗯 然后呢我就 立马给他转过去了 哦 转过去了以后 后来隔了一个星期之后 嗯 然后他跟我说 那个钱不够 说什么怀孕的 就是在医院花钱 在医院住医院干嘛嘛 啊 不够 然后我又相信了 我就说那行嘛 后来我就 问我 后来问我姐姐吧 嗯 我说姐姐能不能借我3000块钱吗 哦 我借了3000块钱 然后给他转过去了 隔了一个星期之后 嗯 他又说不够 啊 哎为什么不够啊 奇怪啊 我觉得奇怪吧 对啊 然后他说 那我怎么办 我住院花钱呢 而且牛厂上肯定花很多钱呢 哦 他说你喝有点有点矛盾不开心吧 他说你是不是 你是不想给我钱呀 这样子的 就有点吵架的感觉吧 哦 我说不行呢 我再想想办法 我再问一下吧 后来我就问 因为你以前上班嘛 后来上班时候 然后跟老板商量 我说老板能不能 把我下个月的工资 哦 工资 工资 提前给我吧 哦 这样子的 后来老板说想想 嗯 我说我老婆 我那时候说老婆了吧 嗯 他已经流产了 我需要钱 然后他老板就说 那行吧 那就提前给我 因为我差不多三千五左右吧 哦 老板就给了我三千块钱吧 哦 然后工资给我了 然后又给他打了三千块钱 就过去了 哦 这全部打给他 对 然后又打给他了 我回来他说 隔了 又隔了一个星期 他一共说钱又没了 我说啊 我说我就很生气 我说为什么你拿了九千块钱 为什么还不够的 对啊 我说你这个有点问题吧 而且我已经花了很多钱了 嗯 他说 那你想怎么样吧 嗯 你是不愿意 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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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跟我在一起了吗 这样子的啊 我说没有没有不想 我说我们已经办了九期了 就差点结婚证的 那些混蛋这也拍了 你这样 有点 让我有点心里不舒服呀 他说怎么说的 我说那行 那这样吧 我再去 我再去借一点钱过来 我就后来问朋友又借了两千块钱 嗯 给他涨过去了 哇 后来隔了一个星期 他说钱又不够了 哇 然后说 我说 你还能借到钱吗 我说我真的没借过 我实在借不到钱 我周围的朋友已经该借了都借了 而且我问我姐 我连跟老板的工资都一清一出来给你了 我真的没有无能为你拿的钱了 嗯 他就跟我说 嗯 嗯 那你什么意思呢 你是不想跟我在一起的吗 啊 就这样的话 我说 我真的没有说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是想跟你在一起 你请你一遍 因为我们已经办了 就穿你结婚状了 你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站半个夫妻的感觉差不多了 对不对 我说我也是我也是想 大家一起好好过日子 但是你在我现在我已经该记得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一定达到目前过去了 嗯 你还把你有些花了很多钱的 拍花照什么都花了很多 你也知道的 嗯 那我不管 那我现在愿花需要钱呀 嗯 后来我说 我真的借不到了 请你 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一下 嗯 那你这样的话 你借不到钱的话 那我们 我觉得我们俩也没必要在一起了 啊 那时候呢 对 后来我就很很 我就很 后来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呢 你 嗯 他说你必要在一起这意思 你不懂吗 就是分手呀 啊 我说分手 我就挺他们的 我说 我我 残你也给了 嗯 结婚照一拍了 酒泄半了 嗯 然后该给的钱给了 嗯 你现在跟我说分手 你这是什么意思吧 这个 哎 那我不管呀 那我肯定你 你又不能给我钱 我干嘛跟你再聚在一起啊 后来我说 那你这是骗我的意思吗 他说你别话那么说的难 男性好不好 这样子的 嗯 那我说呢 那你跟我在一起四年呢 你又真正的喜欢过我吗 嗯 然后他跟我说 嗯 你以我喜欢你 我一定我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你的 因为他刚才上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要不是因为 考虑到你跟你姐姐住在一块 那个时候我不需要普房租吧 他不需要普房租吧 啊哦 然后呢跟你姐住在一块 然后住的环境还可以 嗯 因为我在上海我也知道住房 那个住房间很贵的 所以我 我就因为考虑在上海生活的时候 没有地方住 所以跟你 考虑给你住宿舍很乱嘛 也不想住吧 所以跟你住在一块 可以有地方住 所以我才跟你在一起的 要不然你跟我跟你在一起吗 啊 对说的吧 对我那我就很伤心了 我说那你是在利用我对吗 他说对我就利用你这样子的 够分的呀 当时我就很生气了我说 对啊 他也知道我找不到他们 因为回老家了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后来我说 那你是真的考虑我 我说我考虑好 我们还是分开吧 我觉得没必要在一起的 反正结婚了也没有你 所以我当时就很伤心 我就觉得很难受 我说我 我结果我是真的 付出这么的感情 付出的建议 现在我是一无所有的 你既然跟我这样对我 你是就这样的 我就很就电话过来 他说那你这 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你再联系我也没用的 他把电话挂掉了吧 我再打电话去 然后我就打不通了 啊 然后加名单的应该是 打不进去的 哦 黑名单的 对后来我就打他们加的电话 你知道吗 打架跟他爸爸接的 他爸爸这也知道是我 我说 我说 他的名字叫小韵 我说在吗 他说他不在呀 嗯 在 对他说不在 嗯 然后我再打他爸爸说 他去上班了 你可能借口吧 哦 然后再打他爸爸说 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 我两个吧 啊 他已经不在这边 他已经出去了上班的时候 不在这里 别再罚我们了好吗 这样子 然后再打他们就再也不接了 真的啊 对我当时我就说 我当时我就觉得新婚姻的 我什么都没有了吧 钱也没了 人也突然也没了 还欠了屁股债 哦 我就觉得我被骗了 知道吗 啊 然后跟我朋友说 我就跟我朋友 我说 他说你这属于马上去的被骗婚姻啊 嗯 这种态度了 就是说很多女的都是 跟男的在一起 刚开始装装在一起上 谈恋爱的感觉 然后呢 甜蜜的感觉 就不管住在下面都无所谓的 就是怎么样都可以的 发生什么都可以的 嗯 他主要是最为了最后的 钱的 啊 然后等你 上弄不到钱之后 就会给你拜拜 哇 他说他们说 这种就是骗话呢 最后就是被骗的呀 嗯 他朋友说 我当时我就整个人都 愣了 因为让我那个时候 实际上不多 几两块钱不多吧 嗯 但是那个时候是我 真的是我辛辛苦苦 嗯 就是省吃减用 然后呢 不满 不是外面满 就自己做饭啊 这种自己带饭 然后很苦的日子 就成的工资吧 嗯 就这样的辛辛苦的钱就这样没有了 嗯 然后人也没有了 嗯 我当时我就只能跟人就 就 说傻眼了 就是 就上班也没有 后来我就 那个时候我就跟老板 因为之前提前预测的工资有吧 后来我就累个月 我就上到那个月底 然后把工资 就抵了个工资吧 嗯 然后抵完之后我就跟老板说 我想辞职 哦 然后老板说 你怎么了 我说我跟他说了以后 他说那你理解 要不你回家好好休息吧 嗯 如果以后 如果你休息好的话 还想过来 还可以来这里上班 就可以了 后来我就回家休息了 哦 然后休息了 四个多月 然后因为我不想再去那边了嘛 嗯 然后就问朋友 有没有合适的店回来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不上班的话 在家待了几个月 就整个人 就完全贪念了嘛 嗯 然后不想工作 什么都不想 就很难了 但是需要 收入啊 钱啊 然后那个时候 我要欠我姐姐的钱吧 然后欠朋友的钱吧 哦 然后我朋友说 就问我那钱什么时候还我 嗯 后来我说那行 要不我再等等 我现在也没办法上班嘛 哦 后来朋友说那行 后来我就想 那我就想想 那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吧 因为欠便宜钱给你还了吧 嗯 后来我就问朋友 然后朋友 帮我介绍到宫内这里来认识了 哦 然后宫内说 后来跟宫内面试吧 嗯 面试后来就通过了吧 然后就在这里上班了 然后上班以后 就后面就是宫内 就是后面的宫内的事情知道了 然后就去吃饭 吃饭的时候 结果我那天 特别伤心了 然后就哭了 哦 然后酒没有喝多少 但是人就醉了 然后醉了之后 就哭得稀里哗啦 哦 然后姑娘说问我怎么的 你们等我怎么的哭 后来我把我经历的事情 跟他们说了之后 他们说 哎你也真的是 那是够可怜的 哦 对啊 可能的啊 哎呀 那个垃圾啊 那个那个牛的 它是 那也是 跟你一样的 安徽人吗 不是的 它是贵州的 贵州的 哦 贵州听说很穷的 那个 对贵州骗婚的很多 骗婚的很多 对很多 而且后来好像听后来我们那边好几个都是都是都是贵州那边 哦 就是那种骗婚的 就骗婚的嘛 哦 就在一起装谈恋爱呀 然后发那个关系下干嘛的 嗯 然后最后钱弄走了 然后呢大概的 哦 告风呀 后来我想 那时候我想应该不会发生我这 结果 我也同样没发生的 哦 那时候就杀人了 然后 那 后来 来这里工内 工内认识的工作后 天天工作 然后我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工作 然后工作不就工资了吧 然后就 把朋友的钱还了 哦 然后借的钱还了那个时候 哇 后来就好好上班 然后 就是一直工作 工作大概三年四年 哎呀 这个好可憐 现在已经全部都还好了 对 还好了 哇 辛苦了 ジム 以上 ジムさん 结婚詐译的物語 可爱そうなジムさん 是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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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